欢迎来到MateLinePlus的介绍视频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MateLinePlus查看中文信息 首先,让我们进入MateLinePlus的首页 MateLinePlus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创建的网站 它为患者和医学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最新的健康资讯 内容简明易懂 这个网站依靠税收支持,所以没有广告 并且所有内容都经过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审核 MateLinePlus提供疾病信息、药物和保健品知识 还提供视频和互动工具,帮助您了解您的健康情况 MateLinePlus还有用于移动平台的网站 但目前不提供中文信息 如果您想从MateLinePlus中获取中文信息 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利用搜索栏搜索 例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糖尿病、diabetes的信息 就在搜索栏中输入Diabetes MateLinePlus会提供搜索建议 所以您不必担心拼写问题 点击搜索 在搜索结果中 您可以看到页面顶端有一个栏框 先点击栏框上方的标签 在打开的页面中向下滚动 直到看见 写有语言、languages字样的栏框 请根据您的需要选择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 进入页面后 两者的内容是相邻的 方便您进行查看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在PDF旁边 住有Bilingual字样的话 打开文件时 我们会首先看到英文信息 然后才会看到中文翻译 如果PDF旁边没有注明Bilingual字样 那么该文件的内容全部都是中文 另外 您还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搜索中文 例如 在搜索栏中输入糖尿病一词 在搜索结果中 点击第一条内容 进入语言选择页面 根据您的需要选择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 两者的内容是相邻的 方便您进行查看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介绍另一种 在MedlinePlus上查看中文信息的方法 在首页 滚动到右下角 您会看到多种语言 Multiple Languages的按钮 点击进入 在打开的页面中 找到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 根据您的需要进行选择 在繁体或简体中文的页面中 您可以看到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健康信息 如果您想查看糖尿病 Diabetes的相关信息 点击字母D 向下滚动 直到您看到Diabetes下的一系列内容 点击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进入 注意事项和刚才相同 以上就是您在MedlinePlus上 查看中文医学信息的方法 如果您需要更多 关于MedlinePlus的使用帮助 请联系Toneman Health Sciences Library 我们乐意为您解答 请联系Toneman Health Sciences Library 请联系Toneman Health Sciences Library